大家好,欢迎来到中老年讲堂。 如果您觉得堂堂的视频还不错的话, 可以点击订阅并给堂堂点个赞。 还可以分享给您的朋友, 同时点亮小铃铛接收最新动态。 您的支持是堂堂最大的动力。 社会上绝大多数人都认为, 女人不管到了什么年纪, 处于家庭以及伴侣的保护之下, 日子才能过得幸福。 但是,也有很多中老年女性, 她们认为一个人过日子才更滋润。 一起来听听何阿姨的字数吧。 何阿姨,我今年60岁, 老伴今年65岁, 我有一个35岁的儿子, 孙子今年刚上小学一年级。 虽然我有老伴, 还有儿子和孙子, 但我却狠心地抛下所有人, 搬到另一套房子居住, 过起了离群所居的生活。 在我做出这样的决定之初, 遭到了所有人的强烈反对。 老伴骂我异想天开, 说我活了一大把的年纪, 居然还没有活明白。 她说老伴的意义 不仅仅只是老来作伴, 而是在晚年的时候, 两个人能够互相照应。 生病了有人递药, 当生活中遇到困难时, 可以有两个人共同克服。 对于老伴的责难, 我不以为然, 她口中所说的互相照应, 只不过是让我伺候她的潜台词, 自从我和老伴结婚之后, 她一直都是等着我伺候的那个人, 哪怕我身患疾病, 也依然要将饭做好, 把老伴照顾好。 老伴之所以不愿意 让我离开她去独自生活, 只不过是害怕失去了 我这个免费保姆而已。 如果我和老伴继续生活在一起, 就会沿袭之前的惯例, 每天将饭菜做好, 端到她的手上, 时刻保持家里干净卫生的状态, 才能避免被老伴责难。 我想趁着自己还有行动力的时候, 好好地为自己活一把, 不想这辈子都在伺候老伴的日子中度过, 浪费我宝贵的生命。 儿子之所以不愿意让我独自居住, 也并不是为了我的幸福而考虑, 她只不过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罢了, 因为一旦我和老伴分居, 搬到另一套房子居住, 她就必须将我的退休金存折还给我, 给我过日子使用。 儿子自从结婚之后, 就成为了月光族, 他不仅将收入全部花光, 还总是伸手找我要钱。 后来我觉得太麻烦, 索性把自己的退休金存折给了儿子, 省得他隔三差五地就跑来找我拿钱, 影响我的心情。 儿子之所以会成为月光族, 是因为娶了一个懒惰的老婆, 而媳妇自从和儿子结婚之后, 就再也没上过一天班。 儿子一个人的工资, 要养活一家三口, 所以就常常入不敷出, 只能求助于我。 好在老伴虽然懒惰, 但是每个月的收入, 他都会如数地交给我。 老伴退休之后, 退休金有六千块钱, 足够我俩过日子, 所以我才有能力 把自己的退休金给儿子花。 儿子非常明白, 如果我和老伴分居, 就必须找他要回自己的退休工资, 因为老伴为了不让我离开他, 当着所有人的面叫嚣, 如果我敢离开他, 他从此就不再给我一分钱。 他要用自己的退休金 雇诸家保姆, 由保姆照顾他的日常生活。 儿子花钱花惯了, 怎么舍得退回我的退休金呢? 所以他毫不犹豫地 站在了老伴那一边, 极力阻止我搬到 另一套房子居住。 无论老伴和儿子如何反对, 我都不会改变决定。 无论如何, 我都要离开老伴, 好好地享受一把独居生活。 余生, 我一定要好好地取悦自己, 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 我之所以冒着 和所有亲人闹掰的风险, 也要搬出去独居, 是因为我有足够的底气。 我底气的来源 是父母临终前给我留的一套房产, 还有我每个月四千块钱的退休金。 这些钱足够我一个人养老使用, 足够我安度晚年。 从家里搬出去的时候, 我任何东西都没拿, 紧紧拎着一只手提包就离开了家。 虽然我在这个家里生活了三十多年, 但是离开的时候全无留恋, 反而有种解脱之感。 这个家留给我的所有记忆, 全都是做不完的饭菜, 洗不完的衣服, 受不完的气, 还有来自公婆和小姑子的刁难。 我的前半生因为自己的能力有限, 还要顾着儿子, 所以哪怕心里再憋屈, 也不得不选择忍受。 自从父母在临终之前, 将他们的房子留给我之后, 我的心里就开始默默地 规划一个人的幸福生活。 在我的脑海里, 独居生活是那样的美妙。 我想象着一个人睡到自然醒的日子, 自己想吃啥就做啥, 不想做饭就出去买着吃。 从此之后, 我再也不需要强称病体做饭, 还得不到一丝丝的联系。 我将父母留下的房子 好好地布置了一番, 给整个房间铺上了 花朵造型的墙布, 买了美式的沙发和茶几, 我将家里摆满了各色绿植, 在我的一番运作之下, 原本死气沉沉的屋子 一下子充满了生机。 在我原来的那个家里, 因为有老伴同管着全局, 所以家里从来不会买绿色植物, 因为老伴说 绿植是既费钱又无用的玩意儿, 家里的沙发 也是我们结婚时购置的。 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了, 沙发早已经破旧得不成样子, 即使这样, 老伴也不允许更换。 在老伴的认知里, 家里的东西只要还能用, 就绝对不允许丢弃, 哪怕那些东西早已过时。 我每天都待在那个破旧不堪的家里, 心情特别地压抑。 我是一个热爱生活的女人, 喜欢一切美丽的物品, 每当我去别人的家里做客时, 看到别人将家里布置的赏心悦目, 就会异常地羡慕, 恨不得自己也成为那个女人, 住在那套漂亮的房子里。 我原本以为自己这辈子都会在那个破旧不堪的屋子里度过, 直到父母将自己的房子留给了我, 我想他们大概是心疼我的前半生过得太苦, 所以才没有按照传统的观念将房子留给哥哥, 而是留给了我。 如今我住在父母留给我的房子里, 感受着父母对我浓浓的爱意, 我想, 父母如果看到我将他们留给我的房子布置一新, 看到我现在幸福的独居生活, 他们在九泉之下也会感到欣慰吧。 我花着自己的钱, 住着自己的房子, 做着自己的主人, 活得异常地坦荡。 自从我过起了独居生活之后, 就再也不需要看任何人的脸色过日子, 哪怕我偶尔泛懒, 不想收拾屋子, 也不会被人责骂, 说我是个懒惰的女人。 在我心情好的时候, 就会将家里打扫得先尘不染, 然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我的房子依然保持着原样, 因为家里只有我一个人, 没有其他人来毁掉我的劳动成果。 我特别珍惜自己的劳动果实, 不会乱扔垃圾和随地土坛, 所以家里一直都很整洁。 我会在阳光晴朗的日子里, 给自己泡上一杯清茶, 再准备一些坚果和糕点, 坐在阳台的藤椅上发呆。 在天气阴沉的日子里, 我会将卧室里橘黄色的台灯点亮, 给自己放上一曲悠扬的音乐, 捧一本好书细细品读, 静享一个人的宁静。 自从我过起了独居生活之后, 一地鸡毛的日子从此一去不复返, 我每天都感觉神清气爽, 一切都是那么的好。 老伴三天两头就打电话催我回家, 我不答应他就在电话的另一头怒吼, 我平静地告诉他, 如果他对这样的生活不满意, 随时可以和我离婚, 我绝无二话。 老伴一听这话就粘了, 从此再也不敢对我乱发脾气。 虽然我独居之后从未回到曾经的家, 但我可以想象出老伴如今过着什么样的日子, 一辈子从未干过家务的他, 就连面条都不会煮。 虽然他有六千块钱的退休工资, 顾保姆照顾自己又谈何容易。 如今的保姆工资最少都要四千块钱起步, 他就算付得起保姆的工资, 恐怕也要勒紧裤腰带过日子。 我知道老伴每天都在盼望着我早日回家, 让他继续过着一来伸手, 饭来张口的日子。 他以为我只不过是赌气而已, 过些日子就会乖乖回家。 实际上我早已下定决心, 势必要将独居的生活进行到底。 我好不容易在生命中的最后时光 活成了自己喜欢的样子, 绝对不可能做任何的改变。 我觉得独居的女人才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 能够以自己喜欢的方式去度过余生, 不仅是一种幸运, 更是一种福分。 虽然独处的日子孤独, 却会感到充实、自在。 比起那些为家庭所累的人, 在人生最后关头, 做出独居选择的人实在是要轻松太多。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您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别忘了分享给朋友一起讨论。 YouTube和Facebook都能找到唐唐哦, 期待看到您的关注与互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